嗨 大家好 我是星座主编悠悠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 2021年5月25日的十二星座 英史 本人重要星象 月天蝎 拱火星 洞察力突出 情绪汹涌的一天 终点一下星座有 爱羊座 处女座 射手座 摩羯座 双鱼座 接下来了解一下十二星座的具体影史 请同时参考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爱羊座 五颗星 爱羊宝宝今天在经历了连日的忙碌之后 终于能稍微喘一口气了 我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偶尔放松一下 才能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和处理接下来的工作 金牛座 四颗星 金牛宝宝如果最近一直在某件事情上犹豫不决 迟迟不敢行动 那今天就可以着手准备了 不然就可能会错过机会哦 谨慎思考是好事 但是考虑太多 反而容易停滞不前 双子座 四颗星 双子宝宝今天努力工作之余 还能与同事产生许多互动 工作闲暇之余 和关系好的同事开开玩笑 也是不错的选择 只是要记得过从口出 有些话能说 有些话开口需谨慎 巨蟹座 四颗星 巨蟹宝宝今天趁着心情不错 把之前因为拖延而堆积的任务 拉出来处理干净吧 对于一些棘手的问题 你总是会忍不住拖延 但是该面对的怎么都逃不了 不如趁早解决 狮子座 四颗星 狮子宝宝今天开始思考 自身的不足之处 并渴望多出一些改变 健身 瑜伽 阅读 或者旅游 都是不错的选择 可以从内而外地提升你的气质 处女座 五颗星 处女宝宝今天会因为 身边发生了一些小事 而备受感动 你发现自己在 没注意到的情况下 被这么多人呵护照顾着 来自工作上的压力 似乎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天正座 四颗星 天正宝宝今天在面对一段 即将到来的恋情时 可能会显得有些唯唯诺诺 害怕付出了那么多 最后还是一无所有 不要违背自己的心意 如果真的爱上了 就尽情去爱吧 天蝎座 四颗星 天蝎宝宝今天的桃花月很棒 魅力十足的你 可在街上的回头率相当高 部分人还可能会收到表白 建议高兴的同时 还是要稳住心态 避免掉进爱情的陷阱 射手座 五颗星 射手宝宝今天在人际关系上面 获益良多 可能是某个平时没什么存在感的朋友 给你上了宝贵的一课 或是遇到了新的贵人 帮助你获得了工作上的进步 魔戒座 五颗星 魔戒宝宝今天的爱情运不错 与伴侣沟通顺畅 就算偶然出现不快 也能以双方各让一步作为结尾 单身者 桃花欲旺盛 可能会收到心上人的表白 要做好准备咯 水瓶座 四颗星 水瓶宝宝今天要懂得分辨 哪些人是真心对你好 哪些人只是虚情假意 对于那些在你困难之际 向你提供帮助的人 建议把人情好好记在心里 之后找机会报答回去 双语座 三颗星 双语宝宝今天在感情方面 明显有些被动 明明期待的东西很多 但总是不愿意主动迈出那一步 而是等待着对方做出行动 感情不是一个人的事 建议试着主动一些 点赞转发 人生开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